非常香 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 不认识野芹菜的话 千万千万的别踩错 能吃的是水芹 汉芹稍微有点不一样 在我之前的视频中 已经多次介绍过 汉芹的每一个节是弯的 而水芹的每个节都是直的 一定要记住 每一年因为吃独芹菜 汉芹出事的非常多 发现了一些好东西 赤黄 野外巧克力棒 野菊花 赫红色的金干 上面几乎没有什么毛 注意不要跟爱蒿搞反了 虽然爱蒿也可以用来打莲糕 包饺子干嘛的 但是爱蒿那股冲味 我不记得没有几个小伙伴喜欢 这个金干把煎和叶剥掉之后 然后把它剥成一切切的 用腊肉来炒 味道跟咱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 梨蒿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说了说了我在流口水 这个野葱 也就是野菊菜 稍微有点老了 中间已经抽新了 看到没小伙伴 今天的收获还是非常不错的小伙伴 是不是 感激结束 好的 好 好 的 用